人體實驗室 請妹來測試 一般我們到眼科就診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很多人眼睛紅紅的 像小白兔一樣 或者是一直揉眼睛 但是其實眼球發炎的情形 有很多種 有睫膜炎 角膜炎 紅彩炎 和葡萄膜炎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找醫生做檢查 A醫師 那請問眼睛的話 可以怎麼樣做檢查呢 首先我們大概會先用這一台機器 這是我們眼科最重要的一台機器 叫做裂隙燈 它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眼球裡面的一些重要的解剖位置 如果一般眼睛紅的話 看得出是什麼毛病嗎 是 眼睛紅它包含的一些 可能的一些疾病很多 所以我們要靠這個裂隙燈 才能區別 到底只是簡單的 睫膜炎或角膜炎 還是說眼球裡面有發炎 這樣叫葡萄膜炎 看發炎的地方到底在哪裡 對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一個裂隙燈的檢查 我們首先可以看到兩邊眼白 你覺得睫膜的部分 並沒有一些沖血紅腫的一些現象 第二個就是這個 在眼角膜的部分 它是所謂一個很清澈的 健康的狀態 第三個我們會去看看瞳孔 是不是有一些沾黏 或等等的異常 目前看起來是都沒有 所以它主要是可以看出 你眼睛裡面發炎 到底發炎在哪裡 是的 一開始我們大概會先看看 眼球的表面有沒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問題 有沒有發炎 再過來我們會聚焦在這個前方 看有沒有發炎細胞 就像這一張照片 我們會把光線開到最亮 看看這個小小的空間裡面 有沒有漂浮一些 發炎的細胞在裡面 來 請這邊坐 我們做的這個是什麼檢查呢 這個是一個 眼底的一個照相檢查 它可以照出什麼 它可以看到我們的視神經 以及視網膜 包括像是視網膜的血管 跟黃斑部的構造 好的 看一下 這是一個正常的眼底照相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視神經盤是正常的 旁邊的視網膜血管 也都沒有任何的異常 中間的黃斑部 也是屬於一個正常的狀態 假設視網膜上有產生問題 就像這個 我們看到它這個視網膜上 有一個白色的斑塊 有斑斑點點的 是的 這個部分事實上 像這個案例 也是一個聚細胞病毒感染 造成的一個視網膜炎 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 血管也有一些地方變白了 這個同時是發炎所造成的 所以這葡萄膜炎 一般就看得出 到底發炎在哪裡 嚴重的地方嗎 是的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它的發炎的來源 是來自於視網膜或脈絡膜 就像這樣的案例上面的話 我們在治療上 以及診斷上 是非常非常要特別小心 這個檢查 叫做一個光學同調斷層檢查 它主要可以幫助我們 評估一些東西 譬如說 視神經盤有沒有水腫 或者是黃斑部 有沒有積水跟水腫 以及一些 這個黃斑部的感光細胞 跟色素層有沒有一些缺損等等 它可以提供非常多的資訊 所謂的葡萄膜炎 就是整個眼球裡面的發炎 如果發炎的部分 只局限在前面 這個我們稱之為紅彩炎 所以在紅彩炎的患者 它後面的視網膜 視神經以及脈絡膜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牽涉到 我們後續的治療的方針 如果假設只是單純的紅彩炎 我們大概以典用的 這個局部的 典藥水就可以 對 典藥水為主 那麼可是如果是後面 或者是玻璃體腔 視網膜等等 這些有發炎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需要一些口服的 甚至是靜脈注射的 全身性的藥物來治療 一般民眾如果覺得你眼睛紅 胃光或者是視力下降 有非紋症的情形 那要趕快就醫做檢查 才能夠及早診斷 及早治療 人體實驗室 我們下次再會了 拜拜